长眉的时候是不是都丢了呢 这个毛豆腐我们中国人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今天我们就要做一个香辣豆腐乳 第一步杂料 二斤条下锅 加一点青油 小火慢慢炒香 海椒 你听到要刷刷刷的时候 我们再加点花椒下去 我是两种花椒的配合 这个是海源红花椒 这个是青花椒 麻辣味才皱 才香 现在把它拆出来晾冷 好 晾冷了 拿着粉碎鸡头 当然有对锅也可用对锅 喝进去 然后还要加点东西 这是炒香的花生叶来点 这是炒香的黄豆在那儿 炒酥的芝麻在那儿 烫芝麻 再把它打碎 这个是老蒜子 这个是纯粮子酒 大概是五十多度的 一比二的比例 对多一对 这样子出来才香 毛豆腐 盖到盆盆头 白酒老蒜的混合物 咬一下 然后加盐 盐的比例是好多 大家记得 百分之四左右 盐一定要加够 要不然这个豆腐就要滑 这个我们叫基础料 这两样是底辈 海椒味 花椒味 黄椒面面 花椒面面 这个叫风味料 这个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添加了 喜欢吃辣点的 麻点的 香点的 好 个人添加 来 锅面 看不见 盖上盖子 这个是重口味的 再来一个清口味的 好 来 同样的 同样的 还有是我们这个混合物 来一点 盐 把架起 这两样是比一倍 这个海椒味就少点了 好 我们切 一般好 我们建议大家用这个小瓶面 装 吃好多脑子 盖进来吃 这个豆腐肉 把它盖上盖子 一个星期之后 就可以吃了 正常现象 它会出一些 这个水出来 这个水 到时候吃的时候 把它舀一下 它才有味 而且这个豆腐吃完之后 这个水 还可以用来抓着 粉蒸碗里 巴适的 好 具体 啥子味道 看个人去调节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好 帅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